好 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早的Morning Talk 我們非常熱鬧今早有Jason在這裡 有欣欣在電話旁邊的兩位說聲 早晨 兩位早晨 早晨 大家早晨 是的 我現在同一時間又看看Live是否正在出 好像可以 如果正在看觀眾看Live 不如在留言說聲早晨 讓我知道Live正在做 不是講完10分鐘 原來出不了的 Jason 第一次就和我們Invest Talk幫忙做節目 多謝你先幫忙 另外鷹欣應該會 鷹欣應該會和我們講一下 會不會有些衍生工具呢? 今天交給你就好了 平時我自己都講得很疾口疾舌的 因為我沒有什麼信心講 今天交給鷹欣講一些產品 最重要是現在市貨的產品 不如讓我先問吧 我先問Jason 因為恆子 其實好像是調整了一段時間之後 力又回來了 加上昨晚有個好消息 京東的業績之後 昨晚去ADS就狂升 我們今天是否舒服了 可以恆子延續 調整浪之前的升幅呢? 是的 昨晚京東的業績其實真的挺好的 有些人就說不是啊 不是啊 很好的 但是我想說 不管是巴巴、騰訊和京東的業績 大家是要看看市場到底反應 昨天其實京東在業績前已經升了一段 很奇怪的 正常呢 它前天先裂口 跌了差不多7% 然後昨天呢 整支羊竹 最高位試過升到9% 根據我們的經驗 或者技術分析呢 很少可 應該說很久沒有見過 如果一支羊竹可以修復兩個下跌裂口的話 這個有個名字的 那個名字叫白武士羊竹 一般要宣揚羊竹的話 多數都會代表後市會反彈 和會叫做見底 如果京東見底的話 就看看騰訊和巴巴會不會拖下去 如果不拖下去的話 我想科子不會太差 科子不會太差 就應該恆子不會太差 所以我覺得 有機會第一步先不要這麼淡 大家之前的氣氛和走勢都覺得很淡 但是我覺得 現在這一刻呢 恆子是要還行 還行完之後 可能一兩天 有沒有機會再向上 可以試一下 嗯 那恆子呢 我請教你恆子的圖 我再找阿欣欣進來 那現在恆子呢 這個就是昨天 就升了兩百多點 今早早就回了一點點而已 跌了二十年 那恆子呢 會不會有機會 因為藉著京東這個消息 或者可能譬如阿里 或者好一點的美團 令恆子可以再升多一點呢 我想呢 有機會的 但是呢 一定要今天即時上 要升穿一萬六 一萬一千五 一萬一千五 一萬一千五的話呢 就延續昨天的聲勢 那就證明到 我們要證明到 它應該可以一步一步 這樣向強 那所以呢 一萬一千五號重要 還有呢 其實這個圖很特別的 大家看看呢 連續三個底部 一月二十二號 接著呢 一月二十五號 一底比一底高 那剛巧呢 畫一條線上去呢 就剛剛去到昨天 三月五號呢 就在你一個底部 剛剛一條斜線上去 就是很完美的上升趨上線 所以呢 變了呢 如果你是做好倉的 在條線的下面 一萬六千一百七十點 做防守位呢 就挺好的 如果你用中線去做部署的話 那牛證 一萬六千五一突破呢 那我就覺得 可以追反而更安全 你現在才來做 哦 先看清楚一點 才決定開好還是開淡 是的 一萬六千五一站穩呢 就應該可以開好的 除非它今天即使上面 又穿一萬六千 現貨 穿一萬六千三 現貨穿一萬六千三的話呢 先考慮熊證 如果不是 就等 一萬六千五 就做牛證 這樣會好些 嗯 這個就有個價位給我們了 那馬上 我們很爽 馬上找欣欣就 談一談 欣欣呢 咦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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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交給你講一下 好啊 剛剛有很多很好的資訊 都要先提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禮拜 很刺激 因為呢 去到一萬六千一那個位 剛剛穿少少 大家都看得很緊 究竟這個位 又沒有一個支鐵 那天跌了 星期二呢 跌了五百點之後 那天就反彈 差不多升了四百 現在上回來這些 164這個位 尤其是非常之重要 究竟 站不站得穩 後世的那個升浪 會去到哪呢 那所以呢 我們見到昨天的資金流 都是看好倉的投資者 都真的比較多 我們見到呢 不少的投資者 可能買的都是比較貼價一點的 可能在159啊161這些位 都是有加倉 洪靜淺倉 就在169啊170這些位 其實intraday是比較貼一點的 可能是165啦 但是即市就有少少被收回啦 那今天呢 給大家一對做參考啦 牛紅症的牛仔 有隻50223的 50223呢 16050收回的 那港版杠桑有40倍了 那淡倉呢 有隻51312的 51312 收回到16666點 今天是新上市的產品來的 都是屬於那些比較高杠桑 可以炒一下即市的選擇啦 那剛剛呢 Jason也有提到的 9618有隻白武士之稱啦 這樣見到那個走勢形態上 覺得可能會比較做好 我們見到呢 資金流呢 今個星期呢 其實也有少少投資者呢 是買了一些淡倉 但是今天呢 就應該結了上來 現在開盤前 還有兩分鐘開市啦 見到其實9618呢 升了整百個百分比 去到九十六個半啦 那我們 有什麼呢 在卵政市場要留意呢 就是 見到呢 他那個派那個末期式呢 好像呢 看下去多過之前那個預期 那有機會 你今天見到那些 call 輪呢 會升不足 不過我們還要看一看 因為汪輪呢 除了就是 證股股價因素影響 或者是diffident因素影響呢 還有隱分波幅的 那如果證股股價升上去呢 如果隱分波幅都抽升呢 有機會就會抵消了 那我們今天呢 那些輪呢 有機會都會比較發一點 那大家可以看清楚啦 我都給了9618 call 大家做一下參考啦 9618 call呢 我們有個 23424的 23424 那就是一百二十元一毫 那做的是毫半指 還有共同有四點五倍 那我今天可以盯上那隻9618 call 我都要先賺一賺 Jason 昨天呢 A交都未出呢 他已經選了 我都很讚歎他 他有先見之明的其實 是啊 我證明啊 因為呢 他昨天就講了那隻9618 又講了那隻988 還有呢 另外有一些underline 我都很有興趣 因為呢 我們這一輪呢 就是港股其實都好很多 成家互約了 另外呢 那些商品呢 其實都非常有 昨晚的金呢 又破頂 現貨金期間 都是有破頂的 那這個呢 我們是就是 這個節目都比較少嘉賓 就是會選 那會不會說 Jason都看好這一類的 就是金的資產 或者一些商品類的資產呢 會啊 幾個因素的 第一個因素 講黃金先 黃金大家都明白的 全世界都唱好 但是唱好的原因都很明顯 第一個 黃金因為 減息的預期 開始又炒了 其實很好笑的 他們那個周期性很特別的 12月呢 為什麼沒有了聲音呢 讓我想一下 但是我是有聲音的啊 我都聽不到啊 我都看到他做口型 是啊 那不要緊 不如欣欣你講一會兒 好嗎 我交給你講一會兒 好啊 其實呢 金呢 我看到也有不少投資者 近期是看的 因為240 都不少投資者 其實我想在去年的年尾 已經做了部署的了 那為什麼說240呢 240就是Spider金的ETF 就是如果在卵性市場呢 要看金的話呢 要不就那些人會看去金股 或者是1818啊 或者是299啊 那些金礦股 那當然就不直接是金的 那如果說看黃金ETF呢 有朋友呢 就會看240 那240呢 我們看到呢 那些金的卵呢 都升得非常之厲害 我們有隻19227呢 其實如果你說看這個月 就是到現在呢 如果你看2月20幾號 是做了3千9的 就是已經做了7千多 升幅呢 都差不多 就是有一倍那麼低的了 那所以呢 如果說看好金的話呢 也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是6月份到期的 19227 那你看著那個行使價呢 不是那個金價來過 是240的行使價 那16808.380的行使價 6月份到期 槓桿呢 有16.9個月 1500對1的選擇 而且那個槓桿呢 都非常之好的 那金股的話呢 不少投資者 就會看那隻240call 韋韋 是啊 我找回Jason出來 試一下他 可不可以現在 聽不聽到聲音 Jason 你是否聽到我們 但是就 咦 是的 但我都聽不到你的聲音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 那 不要緊要了 我幫他講了 他其實在盤前 其實有提過 說想要講一隻3500的 那我想那個原因 我不知道一會兒是不是 可能要叫Jason 可能要補幾筆才行 那3500 都可能是同一樣 就是 都是 commodity 的概念 同 那其實 總得有大行 寫說好看好 那那個目標價 可能去到9000 那我們 我們 3500 我們都有產品 3500 我們有一個call 是20535 那 3500 現在就做12.32 我們的call 20535 是行價14.9 7月份到期 剛剛18.6倍 那如果看好 3500的話 都是同一樣概念 可以留意一下 20535 好了 我試一下 這個20535 就是這個江西彤的一個call 那我懷疑 就是可能這個技術上的因素 都暫時就和Jason 就是他畫面上面很清楚 但是他都聽到我們 是不是 所以不可以說他壞話的 但是他又不夠說到 但是不要緊 那不如這樣 我們就 時間關係 行指都開了 大概現在十幾二十點的升跌幅度 非常雜誌波動 那麼在這麼短的市場 可能都是要靠做一些衍生工具 才可以捕捉到 一個比較快一點的方法 去到獲利 我有一件事想要提一下大家 因為這麼巧 今天來到要把握這個機會 你見到其實現在行指就沒有什麼升跌 那如果用衍生工具 其實Wallon和銀鎮 都是跟著期貨的走勢去走的 那縱市呢 今天期貨 如果見到其實是沒有什麼跌動 幾十點 但是要留意一下其實今天 匯豐是徐靜的 那有差不多五十點的因素 會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些紅症 為什麼好像今天升五足呢 有機會就是因為 證股徐靜的因素影響了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看開 河南紅症 或者是恆生指數的牛紅症 尤其是 那你就會見到可能會有少少off 那就是因為徐靜的因素 大家要留意一下 哦 就不是增跌的 是因為徐靜而已 是的 沒錯 有五十點左右 好明白 好 那我先試一次 咦 現在應該OK了 應該聽到了 你有回華語權 你想補充嗎 應該聽到了 剛剛我再reenter進來就聽到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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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剛剛聽不到大家說話 接著我就去youtube聽到 聽到一些 我覺得黃金 剛才說黃金 黃金我覺得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炒衰退 第二個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其實金磚五國 就是金磚五國之邊五個國家 他們持有黃金的數量 明顯在去年是增加了很多 去到沒有記錯 頭五個國家是57% 就是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黃金 是有些國家的儲備去買回來 應該他們也覺得有些 可能地緣政治因素等等的問題 令到要買黃金 還有就是 看到整個市場的 對於衰退的感覺 或者覺得減息的感覺 還有覺得 有些地緣政治的敏感的感覺 覺得很嚴重 所以會這樣買黃金 所以黃金如果這樣突破新高之後 應該有機會再可以升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個我解釋我背後 為什麼有機會黃金會升的可能性 是的 好的 非常好的補充 是的 同一方面 有識金做 其實同一方面 大家不知道是否和我們國家經濟有關係 如果國家經濟有機會擴張 或者有機會我們叫做放水的話 銅的價格是會升的 和中國A股的走勢是不貿易合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去把握A股的反彈的話 基本上它和銅有關係 那不用問了 江西銅的名字大家知道是做什麼的 其實紫金都是做銅多的 就是紫金它的名字是金 但是它有三成以上的業務 都是和銅有關係的 所以紫金和江西銅 其實是同一類的炒作方法 但是紫金已經上去了 但是江西銅就沒有黃金的因素 就沒有上去 但是我覺得有色金的版法是要留意的 沒錯 是的 多謝兩位非常詳細的分析 這個時間我都要買個廣告 因為星期六是不是 我們不是會去一個活動的 是啊 都會看到大家 是啊 孫子大會也有份 連同大師 沈大師和青姐 我們會談什麼 萬四還是四萬 是啊 沒錯 不知道星期大會也會真身的看到 是的 都有星期大會 欣欣和Billy 一起聯同兩位的重量級的股評人 不是說他們大隻 不是說他們的份量 兩點半在會展 兩點到兩點半是我們的分享時間 如果大家想要見各位名人的話 我們差不多兩點九左右 就會在我們的B的攤位 是富途的EXO 富途EXO的B攤位 就有匯豐的朋友在這裡 會和大家真人的見面 是啊 可以和聽著打卡 然後又可以玩一下那些遊戲 很開心 因為應該是很熱鬧的 而且投資雖然很緊張 但是要用一些時間放鬆一下自己 又學一下東西 又聽一下股評人 升級股評人的說法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我們星期六見 星期六見 拜拜 謝謝你 星期大會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們稍後會有開時託的一會見 好 拜拜